下面我们讲最后一首的小作品曲 这位作家呢 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 他叫Dusek 是个杰克的作曲家 他出生于1760年 去世是1812年 他是一个钢琴家 同时也是一个作曲家 但是他的作品 给我们留下来的 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这一首小作品曲 这首小作品曲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要求 他上面的音乐术语要求我们 就是说这是一个快版 但是不这么快 他意思就是说 non-tanto就不是很快的快版 因为整个他的曲式和他的拍子 四四拍的拍子 而且气氛呢 更多的是响乐队 气氛比较浓重一点 所以他并不是一种很活跃的 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他左手是一个八度的 而且呢小指他特别要求要保值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小作品对于开始学琴的小朋友 手不够大的时候 我们很少用它 而更多用的是他的第二乐章 所以呢我们在演奏这个的时候 要感觉到他要求的气势是比较大 你看左手是一个八度 右手是一个六度 你想这个气氛是不是很浓呢 对吧 所以我们接着我们就像 这个前面讲到的小作品曲的一样 我们要看看他的动机 他的音乐气氛 和他左右手的配合 还有他的呼吸 句子的呼吸等等 我们来走着瞧 好吗 就是整个这个速度不是太快 一二三四 我呢作为一个讲学的过程 所以呢比实际演奏稍微慢一点点 以便同学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在一面走一面讲 好吗 开始的时候啊 他不像别的小作品曲 有的是弱排进来 他一开始就是很正排 就是强 这个就是他的主题 他的主题的结构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六度 和左手的八度以外 他有一个负点和修指 修指 这个句子的走向 还是要送到这个so 完了 松下来一点 是用跳音来弹 但是我们跳音不是往上抽 是往下段 不是 就 这种乐句的感觉 有送上去 完了有落泼 这个句子就比较完成了 咱们再听一听看 特别要注意负点修指 还有句 就这两个音的走向 好 我们往下走 还是这个感觉 但是它变成轻盈一些了 好像是它的后半句的意思 这个后半句什么意思呢 好像轻盈拓起来了 靠什么呢 靠左手的伴奏 这个左手伴奏在我们前面讲 五九九八四九的时候 碰见过这种音形 叫做Abiti的B音 它有一种 很让你感觉到 悠起来的感觉 右手呢 它的句法是要有 负点和若起的句子 切分 转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前半句的主题 对吧 所以这个句子就很完整了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能感觉到 跟前面完全一样 我们就不弹了 到后面从这来 从第十二小节 还是一样 我们到这来了 不是向前面又回到这 对吧 前面第八小节是到这来了 但是在这呢 一转 转到哪儿 转到另外一个调上去了 这里 这个好像是它的第二个主题 是一种很轻盈 很可爱 跟前面神器的第一主题 性质完全不一样 很翘吗 听着吗 都是说它一层一层往上 到这个地方就浓起来了 慢慢走消逝 很轻 又回来了 对不对 又回到神器的主题 那么我们也就让它过去了 不弹了 那么看看到后面有什么变化 从第二十一小节咱们看 很肯定一点了 还不够 走到哪儿去了呢 好了到这 结束了 这个句子就完满的 后面就是一个尾声了 就把这个主题 反复的让你再听进 这时候左手呢 这个重复音呢 我们就要换一换直了 因为它不要保留你的小指 是一种请求的口径 同学们能不能听明白 这里面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呢 我还要特别强调 就是像这个句子 特别要注意 虽然它写了强音 而且是 我们一般概念上落滚 这个是下 这个是起 但是因为它这里面有 节奏上的强弱拍 比如说这个 第三十五小节这个地方 它的第二拍下这个音 那么第二拍在 乐力上 这个是个弱拍 第一拍和第三拍 是个强拍 第二和第四拍 是个弱拍 所以我们落剑的时候 是要弱拍送到强拍 第四拍又送到强拍 虽然在三十六小节的 这个第二拍下去的时候 上面写了一个重音 好像是应该是很强 但是我们应该要有一种 走向的感觉 而不是 大家听 而不是 不是这种感觉 送到 弱拍 送到 能听懂吗 就是说我们除了 懂得 两个音点在一起 是一个弱和滚 此外 更重要的 要注意 在节奏上 在一个小节里面 这个音 它的位置 是处于 是处于强拍 还是处于弱拍 我们在落剑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即使它写了 有强音 我们的感觉 也要感觉到 它这个是小节里面的第二拍 我们不能够超过 第一拍的重音 我这么说 希望 也许同学们 一下还不能够理解 但是 这个提示一下 对你以后 非常非常有用 而且呢 会做得很正确 那么下面 我们就讲到 这个第二乐章 这个小座名曲 没有三个乐章 我们前面讲了 很多很多都是 三个乐章 快 慢 快 这个呢 就是两个乐章 它第二乐章 是一个小快板 而且呢 上面写了 就是 好像 小步舞曲一样 小步舞曲 咱们知道 就是三拍子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三拍子 是八分音符为单位的 三拍子的感觉 而且上面还写了 是一个回旋曲 回旋曲 我们前面也讲了 它总是有一个A 完了以后加一个B B的主题 完了又回到A 完了又加一个C的主题 完了以后再回到A 就是说它的主题 第一主题中间总加一点别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回旋曲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今天现在再啰嗦一下 那么好 这些兴致我们都找到了 它要是一个小快板 是一个小步舞曲 是一个回旋曲 那么咱们来看看 它的动机是什么 是个负点音的 这种很可爱的 很典雅的形象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负点音 本身就造成一种 玲珑可爱的感觉 那么它的小步舞曲的节奏 在哪呢 左手 这两个手配起来 那个形象就出来了 咱们还是跟前面一样 咱们慢慢地走过去看 看到了这个RE 是SO 它是第三拍进来的 对吧 所以呢 咱们想起来了 三拍子的节奏是 强弱弱 它是弱拍进来 一二三一 一是强拍 所以我们是从弱到强 就RE 是SO 应该是这样弹 一二 第二次出现 一样的主题 但是因为它重复 重复总是要有对比 我们才能够把它弹得生动 才让人家不嫌烦 啰啰嗦嗦的 这里音一样 情绪不一样了 这里变成要强 按说它的速度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为了同学们看得清楚 所以我弹满一点 那么下面我们就倒了 倒了它的B B是什么性质呢 是抒琴的了 不是像这样 是 有一点请求 请求靠哪呢 靠左手的音乐 可以吧 是吧 是这种语调 在音前的 持续的 又回来了 你看 又回到 A 这个A又完了 下面呢 来了C了 就刚才我说 又踩一个新东西 这个C又是它的中段 性质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呢 好像有一点气氛 有一点浓重了 有一点假装生气的感觉 对吧 是这种 好像跟前面 不一样了 是 不可以 不可以 好像假装生气 这里呢 轻敲敲的 好像 慢慢 这个语气 好像就 缓和了 跟前面 这个 不一样了 变成 很敲敲的 表示 妈妈 我会同意的 一层一层往上走了 到哪儿去了 那书展出来了 柔和 回到哪儿来了 同学们记得了吧 又回到 A来了 这个就是 整个这个曲子的 主要的内容 和主要的音乐形象 应该说是 速度还要再快 但是呢 我这么解释 同学们才跟得上 对不对 好 这个 第二院章就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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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